牛奶是个好东西,营养成分齐全,被认为是营养最接近完善的食品。 许多家庭将其视为必不可少饮品。 不少人养成了每天喝杯奶的习惯,但在喝牛奶这件事上,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纠结。 早上喝好,还是晚上喝好,什么样的牛奶最合适呢? 听说空腹不能喝牛奶,喝了营养全浪费了。 01,早上喝牛奶补充饮养,晚上喝牛奶并不催眠,都说牛奶要助于睡眠,晚上喝能让人睡得香甜。 你又搞错了吗?牛奶中的确含有镇静,预防失眠的物质,比如钙、维生素B6等,但并不催眠,它对睡眠的影响微乎其微。 所以说早上喝牛奶就会发混得清,只是你自己没睡眠吧? 牛奶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氨基酸,带了人体需要的营养和能量。 早上来一杯,能为上午的学习,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。 耐不住睡眠了晚上,我还喝不喝呢? 还是可以喝的,晚上零点后,血液中钙的水平逐渐降低。 骨组织中的一部分钙盐,便溶解进入血液中,以维持稳定的血盖浓度。 牛奶中含有丰富的钙,睡前半小时喝一杯牛奶,其中的钙可以缓慢地被吸收,正好填补了血盖的亏空, 打止骨盖流失和骨质疏松,另外,熬夜后肚子饿了,喝杯牛奶也是不错的选择,才能瞬间增加饱不感。 比你吃烧烤、薯片、饼干要营养得多,因此,建议最好是早一杯,饭一杯。 2.喝奶不分早晚,但有最佳喝奶时间,饭前30分钟喝牛奶最佳。 有研究发现,吃同样的一汤,如果在餐前30分钟喝牛奶,然后再吃饭,能有效降低餐后血糖反应。 如果在吃饭的同时喝牛奶,虽然也有效,但不如餐前30分钟效果明显。 所以,如果饭前喝奶的时间合适,比饭后喝能更有效地控制饭后血糖上升,而饭后血糖上升延缓,意味着饭后饱腹感能持续更长时间。 饭后和纯脂肪的风险也会明显下降,这对于预防肥肉上升是非常有好处的。 所以,记住,饭前半小时是最佳的喝奶时间,期控血糖就能预防长胖,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。 第三,空腹到底可不可以喝牛奶? 这还是要跟情况的,所谓空腹不能喝牛奶,主要是大兴部分人存在乳糖不耐受的情况,喝牛奶后会出现腹胀,甚至腹痛,腹瘤等问题。 如果先吃些其他食物再喝牛奶,这种不适反应会比空腹喝更轻。 如果本来没有乳糖不耐受,空腹喝牛奶是完全没问题的。 各种动物奶中同时含有蛋白质,脂肪和碳水矿和物乳糖,能消化乳糖的人可以很好的利用它们。 否则,就没法解释婴儿和用小动物都可以空腹喝奶正常成长了。 所以,要不要空腹喝奶,根据个人的乳糖消化能力而定即可。 01,为自己选择一份合适的牛奶,健康成人,儿童喝全汁牛奶。 全汁牛奶最大程度的,保留了牛奶中低营养物质,含有丰富的脂肪性维生素A,D,E,K等。 并且含有天然钙质,利于人体的钙的吸收,100克全汁牛奶只含3克左右的脂肪。 健康成人和儿童不必为此担心,直接克全汁产品即可。 中老年人喝强化维生素AB奶,中老年人肠胃吸收能力变差,钙流失和维生素缺乏较明显。 些我国居民普遍缺乏维生素A,强化AB的牛奶是维生素A和B最原价最方便的来源之一。 中老年人可适量选用,高血脂和减肥者喝低脂奶,这类人群不能过多摄入脂肪,特别是饱和脂肪酸,脱脂牛奶对他们来说是最佳选择,同时,脱脂牛奶还有益于控制热量。 乳糖不耐受的人喝低乳糖奶,此类人群消化道内缺乏乳糖酶,故而无法消化牛奶中的乳糖。 目前市场上有不少加入乳糖每个低乳糖牛奶,这种牛奶的乳糖大部分已经被分解,可减少不耐受问题。 选择是,应该注意产品标识,选择标明低乳糖,谁解乳糖的牛奶。 渐渐喝奶的人选巴士沙之奶,巴士奶经过低温除菌,保留了牛奶学大部分营养,在保质期较短,吃低温保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